第297集 白赫然脚步没停,只留下墨宇跟美果说话。 而墨宇也没多说什么,只是从袖子里摸出两个银元和一张五十两的银票递给美果,告诉她。 小姐知道你辛苦,整日在这里看着那位,这活真不是好干的,这些是小姐给你的,银子算是工钱,银票算是奖赏。 小姐说了,让你再忍忍,待该解决的事情解决完,就把你调回念习院去,继续跟在小姐身边。 美果收了银元宝,将银票推了回去。 工钱我收着,但银票就不要了,就是这些工钱也抵得上文国公府一年的利盈了,我不拿更多的。 替我谢谢小姐,请小姐放心,只要我在这里一天,那位我就会给牢牢看住,我等着小姐把我接回去。 请你告诉她,我很想念她。 墨宇见她执意不要,也就没强求,只告诉她。 小姐一直想着你,我们都等你回家。 然后看着美果眼中含泪,转身走了。 不多时,追上了白赫然,将美果的表现说给她听,白赫然无奈地叹了手。 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不相信她。 只是太多年没有见过面,人心各肚皮,只能是小心尾声。 墨宇点点头。 是啊,在这座府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真是不好分辨。 就像林姨娘,要不是刚好撞见了,谁又能想得到她的父亲居然跟那件事情有关。 不过,小姐真的要把二夫人重新扶回当家主母的位置,咱们可是好不容易才把她拉下来的。 是啊,好不容易才拉下来的。 她深吸一口气道。 可惜,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觉得她已经没什么用了,就冲着她过去做的那些事情,绝对是死不足惜。 可没想到白金红跑了,我不知道她跑到了哪里,但不管跑到哪里,留住大夜时都有一些希望把她再给引出来。 但是一个病痒痒的人没有用,得让跑了的人知道她的母亲又重新起了事,这样她才会靠过来。 莫语恍然。 原来小姐是这样打算的,这还真是一个办法。 那小姐,您说段嫁跟朝廷合作,这也是真的吗? 她今日问题有些多,实在是因为白赫染跟大夜时说的话太害人了。 白赫染倒也不瞒她,边走边倒。 很有可能,但应该也不是很紧密的合作。 朝廷只不过是想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罢了。 东西到了手,然后对段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他们一带富贵也就完了。 就是没想到段天河其实并不死心。 一方面向朝廷示好,一方面又暗中挂着夜郭两家,想了好处。 像他这种脚踩两条船的人,早晚会被大船扣在下面,活活憋死。 墨宇也跟着分析,可能现在段家的真实情况只有朝廷知道,夜郭两家还蒙在鼓里呢。 那段天河还真是个大忽悠,不过也算他有本事,能把这些人都忽悠得囤囤转。 小姐,你说那桃花斑会不会是在为段家做事? 毕竟白金红是他的女儿,虎毒还不识子呢,他听说了这个事能不心疼吗?肯定就想着把白金红给救出来。 这是墨宇能想到的,可是白赫然却不这样认为。 虽说灯下黑的道理我们都懂,可段家是在朝廷那里挂了号的,朝廷不可能不在段家安颤眼线。 我想着应该不会是段天河的知识,又或者说,就算是他的知识,白金红也不可能被送回德镇,肯定是养在了外头。 这是一个死局,猜测一大堆,却没有一个明显指向性的证据,白金红的下落依然是个谜。 桃花斑肯定是要留意,回头提醒我跟阎王殿那边说一声,让他们把重心向查找这个西班子转一转。 毕竟西班子人不少,不可能一下子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在想,既然要用大夜市来引出白金红,是不是也可以用林小桃和白燕宇来引出桃花斑? 只是希望渺茫,那位班主心里指不定根本就没有这个女儿和外孙女,这一桃不知哪年哪月才会回来了。 他终究还是七差一早,晚了一步。 亥石墨,主仆出门,是马平川赶车送他们去的。 原本白赫然想骑马,可是墨宇说带辆马车也好,回来的时候还能装些东西。 再加上叫来马平川商议之后,马平川说可以套两匹马一起赶车,他有把握把马车赶出单人骑马的速度。 事实证明马平川没说谎。 马车一路急迟,快得车轮子几乎都离了地,跟飞似的。 里面坐着的人不得不死死抓住车厢框子,生怕一个不小心再被甩出去。 白赫然再一次见识了马平川的赶车技术,也再一次确信他跟马匹的交流的确是有独到之处,便想着回头得弄两匹好马,专门交给马平川喂养。 这样的一把好手没有伯乐发掘实在可惜。 半个时辰后,马车已进入法门寺范围,车速慢了下来,墨宇走出车厢,随手摘了片叶子放到唇边,吹出个奇怪的阴阶来。 白赫然知道这是约定好的暗号,是在告诉军墓里那边先到的人手自己来了,可以在约定地点集合。 约定的地点离那处地道入口不远,白赫然带着墨宇早早下了车, 寻了出隐蔽地方让马平川带着马车藏了起来。 很快就有人从暗处一一闪现,为首之人是洛修,远远地朝着他打招呼。 白赫然看到熟人心才算放下来,再向林子四周打量,能发现几处地方有车轮碾过的痕迹, 便知洛修他们是带着车来的,而且车还不少,至少超过十辆。 他快步迎上前,对面的人群中并未见军墓里身影, 就连洛修似乎也不是主角,因为对方只同地打着招呼,人却依然站在原地不动。 取而代之向他迎过来的,是一个以多日未见,也从不曾想会在这处见到的人。 四哥? 你怎么来了? 二人在彼此仅距离一步的位置停了下来,白赫然仰头看他, 只一眼几乎呆住了。 你这是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不过数日,轻易出尘的四皇子君母席竟似换了一个人。 面色苍白,眼窝深陷,眼底布满了红血丝, 整个人竟瘦得都撑不起这件从前穿着刚好的衣裳。 他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一定要形容, 那就像是有外部力量在这个人身上插进了一根管子, 然后开始肆无忌惮地从他身上提取包括水分和血液在内的全部生机。 短短几日,好好的一个人就已经形如枯稿, 此刻就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站在自己面前。 除了眼睛熟悉的绝望与哀伤之外, 他几乎认不出这是当朝的李王殿下。 四哥? 他又唤了一声,然后猛地想到了什么。 紧紧皱眉,一把将他的手腕抓了起来。 阿然。 他想说些什么,开口却声音沙哑,气弱油丝。 他把脉用不了多一会儿功夫,两三息足够, 甚至才一把握过去就已经明白其中究竟。 可正是因为明白,心头的震惊和愤怒就更抑制不住, 以至于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小姐,你没事吧? 墨宇站在身后看出自家小姐不对劲, 赶紧就要上前扶一把。 可是白鹤染摇摇头,没用人管, 他只是死死盯着面前的人, 丝毫不掩饰眼中的不解和恼怒, 还握在他腕上的手越收越紧, 直到几乎要勒出血痕来, 这才猛地一把甩开。 四哥不该来这里, 他话语冰凉。 今晚任务繁重, 四哥的身子胜任不了。 军木夕愣了一下, 随即开了口。 灵儿和牧主, 去捞冰村压人了, 你这边, 我过来帮衬一把。 声音低沉沙灶, 听起来极不舒服, 白鹤染都气笑了。 帮衬一把。 四哥, 请恕我直言, 你这样子不给我拖后腿就不错了, 我哪还敢指望你能帮得上忙。 回去吧, 有这些人跟着我就可以, 我不想在这种时候还要防着身边 有人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 他侧了个身位, 往他身后看。 洛修, 都准备好了。 洛修这才迎上前, 先是看了一眼四皇子, 心中也是担忧, 然后才对白鹤染到。 王妃放心, 一共十五辆马车在近处, 远点还有另外十辆背着, 一旦不够装, 很快就能补过来。 他点头。 好, 叫你的人跟上我, 烧香拜佛去。 他往前走, 经过他身边时却被拽住了胳膊。 阿然, 我还不止于向你受的那般孱弱。 如若不忍, 凌儿他们两个, 也不会让我过来帮忙的。 右相府被封, 大夫人将是被送进老病村。 整整一日, 这些事, 怕早就传进了法门寺有心之人的耳朵里。 那条密道, 包括那件密室, 极有可能不再安全。 你就这样贸然进入, 还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埋伏在等着你呢。 多个人, 好歹多个帮手。 哪怕遇到机关暗器, 你用我来挡一挡也是好的。 他转头看他, 一脸的不紧。 你这意思是, 不想活了? 他直言, 若是可以这样死去, 必活着要好。 阿然, 关于他的事, 我欠你一个人情。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让你用命来还。 白鹤染皱尽了眉, 越来越搞不懂这位四皇子。 你若验尸, 大可以披甲上阵, 战死沙场, 没必要将救命之恩这么重的报复留给我。 今晚的法门寺, 即便要闯, 也不需要你拼尽一条命去。 罢了, 想一起去便一起去吧, 大不了我保护你。 他说完, 又看向墨语。 你留下, 跟其他人一起在原地等我, 我同四殿下先进去看看。 墨语有些不放心。 小姐, 让奴婢跟你一起进去吧, 万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啊。 骆修也道。 是啊, 属下也一起进去吧, 四殿下说得对, 今夜的法门寺不可能毫无防守, 那条密道很可能已经走不通了, 王妃万一有个闪失, 属下担不起这个责任。 白鹤染不满的目光向他二人投了去。 本公主在你们眼里竟如此弱不禁风, 但你们可知, 即便是你二人捆在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 跟进去了又有何用? 真越了危机, 是你们保护我, 还是我来保护你们? 骆修听着这话十分耳熟,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四皇子, 而君木熙此时也是一脸苦涩, 这话刚才他也说过。 行了, 在外面等着吧, 外面的事也不轻松, 我还指望你们两个帮我看着。 他抬步往前走, 四哥若是想跟着就跟着, 不求你帮我多少, 能自保就行。 君木熙知道自己如今的样子被他看不起了, 可他不想解释, 更不愿意多说, 谁要怎样想他都无所谓。 事已至此, 所有的后果就该他自己承担, 自己做下的孽总该自己来还。 今夜的法门寺的确不同以往, 这都过了紫时了, 大殿方向还有诵经的声音传来, 香烛味道很重, 就好像真的有人在这个时辰烧香拜佛一样。 可是他们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晨起拜仙, 半夜拜鬼, 有什么人会在半夜烧香呢? 法门寺明显是有所准备了, 你今晚不敢来。 地道里阴凉阴凉的, 白鹤染还在想着幸亏出门时多加了件衣裳, 不然非得动个半死。 而就在这时, 四皇子的声音淡淡地传来, 打破了这狭长地道死一般的寂静。 做这件事的顺序弄错了, 你应该先将东西运走, 再将右相府控制起来, 如此, 才不会引起法门寺的注意。 眼下对方有所防备, 今晚怕是有一场硬证。 那四哥还来? 他接过话, 没了在外头那般稀里, 言语中带着些许无奈和关心。 因你现在的身体, 这样动起手来很麻烦。 他停住脚, 转过身看向他。 我身上没有带着药, 只有几枚金针, 但真正湿起来需要一个过程, 至少几个时辰, 眼下明显不是时机。 所以四哥你不该来, 万一真出了事, 我没办法跟父皇和母后交代。 朋友们好, 我是本书男主君慕临。 对, 没错, 就是被白鹤染迷的神魂颠倒的那个没出息的。 希望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能反转地位, 成功逆袭吧。 鲁青竹播讲。 他是宣传的神魂颠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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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会者。 有点谈就任何人, 都没在那天下的帝国呢,